大家好,我是Den 在上次整理韩国啦啦队员 EJUN的内容时 我发现在韩国语 KUDEYEYE并列为国民姻缘曲的 在台湾职棒也是非常有名 而让我小小惊讶了一下 可能应该就是 最近来台湾的韩级啦啦队员比较多 所以很自然地带过来了吧 不是就算了 总之,刚好也有位网友敲碗这个内容 所以今天就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首歌隐藏的故事 以及原唱在韩网的正式反应 首先,其实Pungado这首歌 是韩国歌手Yu Jong Seo 在韩版日本动画 金肉人二世唱的动画歌曲 而因为这首歌是在Tuniverse播出的动画OST 因此除了特定的观众群体外 很难被其他人接触到 所以这首歌在发行当时 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但是在歌曲发布7年后 当时看着Tuniverse的高中生们 出了社会之后 这首歌因为非常激励 出动人心的歌词与节奏 开始被用作各种体育活动和大学的应援歌 在这个过程中 它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 迅速达到几乎人人都听过一次的知名歌曲 而因为大多数人接触这首歌的途径 是体育活动或大学的音乐 因此实际知道这首歌是动画OST的人并不多 当然知道原唱歌手的人就更少了 然后其实Pungado这首歌 除了在体育活动和大学外 也被使用在各种广告 很多著名歌手翻唱 甚至很多政治人也在选举期间 使用了这首歌 然后在2015年 Yujang Se主持的Sugarman 寻找曾经轰遍一时 但现在却被遗忘的歌手的节目 第一季开始到第三季 一直想要邀请Pungado的原唱歌手Yujang Se 但因为当时 他正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 健康状况也不好 因此这项计划最终落空了 但之后Yujang Se参加了 由Sugarman的制作人制作的选秀节目 Sing Again第三季 并在第一轮预赛中选择了这首歌 这是他时隔16年后再次登上正式的舞台 因为当时主持人伊森丽 以及作为评审参加的举选参名 伊耶里·库德昆斯特 都是在童年时期亲自听过这首歌的人 所以现场的气氛 可以说是达到了极度亢奋的巅峰 此外在JTBC频道上传的这段影片 在2023年当天就登上了YouTube热门影片的第二位 第二天更是突破了300万次观看 并升至热门影片的第一位 然后今天2024年8月28号 已经达到了1360多万的观看次数 我们来看一下影片底下的几个留言 时隔15年再次登上舞台 开场的第一句歌词是 再给我一次如疾风般的勇气 真是太帅气了 无论有多少翻唱版本 这一刻证明了原唱者的那份感动 是无法被超越的 压倒性的观看次数证明了在这段时间里 您的声音为多少青春带来了力量 谢谢您 我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当生活变得艰难疲惫时 我常常播放这首歌 独自作者发呆 这时我的儿子们会过来一起跟着唱 再给我一次如疾风般的勇气 所以我今天也继续努力生活了 于争森先生 也请您加油 父亲怀疑儿子爱莫症 我可爱的女儿有重度自闭症 这首歌每天都给了我力量 我一直有个心愿 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好好报答这位歌手 一天之内 播放量就突破了200万 这正说明了 这首歌对我们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相信 看影片的大家 现在多多少少应该能知道 这首歌对很多韩国人是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了 因为我也是看着这个动画长大的孩子 在最常去棒球场的年轻时期 也常常听到这首歌 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 就会把我带到那段时光 与什么都不怕的童年相比 我们这些成年人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变得有些畏缩了 所以希望看影片的大家 还有我自己 都能在加把劲一起努力吧 加油 在这首歌